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葛德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異派音樂中的傳奇人物 黑Punkers 說也奇怪 荷蘭好像有股魔力一樣 專門出產電子音樂的神級人物 一樣來自荷蘭的黑Hunters 應該是提到HotStyle或是硬派音樂都會第一個想到的人 也是百大DJ中硬派音樂人排名最高的喔 在各大音樂節也是經常出現的一線DJ 此外他也有許多的廠牌 如Hot with Style, Art of Creation 等等 OK 那我們來說說他的故事吧 本名叫William Ribergans的黑Hunters 出生於荷蘭的一個小城市費嫩達爾 然而黑Hunters的童年過得並不好 在學校被霸凝鎖苦的他為了逃離而加入了合唱團 這也意外的開啟了他的音樂之路 他曾經在訪談中說到了 比起合唱團一旁的錄音師還比較吸引他喔 裡面的錄音師在當時解釋了很多東西給他聽 甚至還讓他當起了小助手 從那時開始他就知道 他想要成為一個可以跟這些旋鈕推桿整天混在一起的人 在他17歲的時候 他開始嘗試DJ與製作音樂 而他在因緣忌諱下參加了Climax硬派音樂節 被HotStyle深深吸引的他 也讓他立志成為硬派音樂的製作人喔 在2004年時黑Hunters與好友巴比 Fanburton組成的Nasty Detuners 並贏得了Deafcon 1的DJ比賽 後來成為了當年的演出者之一 而這次的演出也讓大前輩 Scan Trax的創辦人 The Profect發現他們的潛力 除了簽下了他們之外 更讓他們有其他的機會 可以在各大的HotStyle音樂節中表演喔 同時由於先前發行簽約的廠牌 不允許他們繼續用 Nasty Detuners這個名字 因此HotStyle這個新名字 就這樣誕生囉 然而HotStyle在Screenchecks 發行新歌沒有多久之後 Bobby就離開了 據說是因為Williams 覺得學校的東西不是他想要的 他邀請Bobby一起離開學校 並繼續HotStyle這個Project 但是Bobby想要完成學業 最後因為人生的規劃不同 而決定分開 Bobby當時大概也沒有料到 HotStyle的日子會如此的成功吧 在2006年的Deafcon 1 Williams決定繼續用 HotStyle這個名字單飛 而這場表演也算是 他的第一場大型演出喔 時間到了2007年 可以說是HotStyle起飛的關鍵一年 除了與恩斯The Prophet 及另一位硬派音樂大佬 Frontliner的各種合作外 更是第一次為Clymax 音樂節製作主題曲喔 就是這首The Power of the Mind Explore the Power of the Mind 就在2008年時 他跟廠牌內的另外一位 也是硬派樂迷 應該很熟悉的Wild Styles 共組了另外一個傳體Project 1 並在當年出了同名專輯 這張專輯被公認為 對往後的HotStyle 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而此時 正好也處在Chance音樂的最高峰 在這張專輯裡面 處處可以看到Chance的蹤跡喔 讓我們來聽一下 這張專輯裡面一首經典的歌曲 The Art of Creation MING PAO CANADA 黑Hunters 声势水掌船高 除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外 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展露头角 但他的第一张专辑Studio Sessions 却到了2010年才发行哦 同年他也是第一次进入百大DJ的名单内 并且第一次进榜就获得了36名的佳击哦 隔年他也开始了他每个月一次的Podcast Hard with Style 然而他的EP From Within The Message is Hard Style 却被大家diss到爆炸 尤其是The Message is Hard Style这首歌 甚至还有网友嘲讽说整首歌软趴趴的 结果歌词却是在说这是Hard Style 更有人说他变得非常的商业化 看看YouTube这一堆Unlike就知道了 当时他被泡的有多惨呢 让我们来听一下吧 在2012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Sacrifice之后 黑Hunters开始尝试Remix一些House的歌曲 尝试把Hard Style融合进去 也看得出来他正想要往当时流行的EDM靠拢 像是Cascade啊 Hardwell Zed的歌曲 都有被他重新混音过哦 而当时他也提到 帮其他类型的音乐做Remix 比在自己熟悉的曲风更有意义 我也希望我的乐迷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什么 在2013年黑Hunters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就是加入知名电音厂牌Ultra Music 这无论是对他或是整个硬派音乐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哦 也可以反映出Hard Style的兴起 而这首Colors 正是他第一首在Ultra Music发行的单曲哦 我们来听听看吧 而在2015年黑Hunters也正式宣告 他进入了自由创作期 当时他也表示了 我已经做Hard Style好久了 少了曲风的限制 我应该会有更多的灵感吧 貌似也正式的宣告 暂别硬派音乐 也让不少他的粉丝不能接受 此时的EDM正是火热的阶段 许多音乐人多少都会尝试 当时处在高峰上的曲风 像是这首他与Cashmir的Dama 就是当时很红的歌 在这边我们也不难看出 他是真的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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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的Q-Dance 他宣布回归硬派音乐 在这场表演的第一首歌Destiny 也是在叙述他自己的音乐之路 就是要奉献给硬派音乐哦 而他在后续的访谈也提到了 他当初甚至不知道为何自己要离开硬派音乐 他对Hartstyle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而Hartstyle也连接着他的生活 希望用他的音乐能与所有的歌迷传递他的精神哦 他对Hartstyle也提到了 他对Hartstyle也提到了 我们正在继续,但当然我必须要多谢你们的感谢 因为真的,你知道,我真的太抱歉了你们的感谢 我太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感谢 我从来没有感谢你们的感谢 I will be your humble servant I will contribute my music I will dedicate my musical career to the genre to the scene I love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hole world And that is Heartstyle Thank you so much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敲碗已久的硬派代表黑Hunters 能有更多的認識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在下面給我們一個like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喔 我們每週四都會發布電音資訊 DJ知識及編曲知識 如果有什麼想聽的主題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下禮拜見啦 掰掰 對啊 主題